我们的程度大概八成一,大概八成就是入门 所以比起上一个礼拜的那一班,程度要更好一些 要多了10% 进阶的话大概18%,也就是快20%的Range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挑选进阶的话 我大概就会抓个中间值来上课 另外大家最想要上哪部分,第一名就是基本函数 所以我大概就把基本函数,花多点时间在基本函数 其实现在我看其他的需求大部分都是,基本函数应该大部分都没问题 会比较想要学说,除了一些基本函数之外,有没有更多的函数 因为在Excel里面总共有250几个函数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每个都会是最好的 因为一个函数就等于是一个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你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每个都会,那当然相对的 你可以比别人还来的多的资源,可以很快把事情做完 所以也许我们大概从基本函数慢慢会再进化到 可能多一点的那个稍微你应该知道,可是你却不知道的函数 那还有它的用法,因为你不会用的话 很多东西你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错误的 那错误的话,你就一直鬼打墙 那一直做不出来 或者是说奇怪,明明我公布上没错,但做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对 那有的时候是因为除了函数之外,可能它有一些观念你可能不正确 比如说你可能在Excel里面的资料储存,它其实有分成不同的资料形态 可能它是存的是文字,但是你需要计算 但是你却给它一个文字,它就没有办法帮你做计算 这可能要特别小心 另外第二个,第二高的怎么大家最想要学 9个人想要学VBA的表单设计 不过感觉有点落差,因为有点跳的太远了 这可能起码怎么大家都想要学这个 那你学这个的话,就还需要跳到那个程式的部分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需要学这东西,因为这都太好用了 比如说你未来希望人家填写一些资料 但是又不需要对方可以乱填的话 就是说你规定他怎么填,他就怎么填 如果填错,很抱歉,不让你输入 会警告你说你一定要填什么 比如填数字,而且有个range 你一定要这个range,而且一定要数字 如果没填正确,就不让你输入 那好处就是说大家就不会乱填 你就不用去修改了 你的来的资料完完全全都是正确的 那你就可以不用再去修改人家乱填的资料 OK,这件事我觉得还蛮重要 因为每天我发现很多人很痛苦的事情就是说 人家乱填的资料,你会帮他插屁 你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填正确 好好好,下一次来,还是错 那你怎么办,你也没办法 所以其实用这个方法最好 因为之前有个学员是在公卖区 他的经销商,他说至少他接近千个吧 然后每天就是需要他们填写他们的相关资料 然后再回传给他 但是每天他花最多力气就是人家乱填的资料 比如说应该填数字 他就填一个除了数字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或者不是数字 填一个什么中文的那个 反正就奇怪的东西都有 那他就不声其道 后来他就用了Google VBA的表单之后 反正一打开Excel,那个表单就跳出来 他就按照该有的栏位去填 填完之后按确定他会先check 里面你也能按照我的要求 没有他就跳出,请你哪一个地方应该 或者一定要输入但是没输入的话 诸如此类的 他说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从此以后真的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 因为他说再也不需要打电话去跟他讲说 你应该怎么填 因为他乱输入也没有办法过关 然后Excel本身也设了保护 所以对方也没有办法直接去修改上面资料 一定只能够透过那个表单去输入资料 那这样真的解决了一劳永逸他的问题 所以他学的这东西 对他帮助我觉得是相当相当的大 从他话里面听得出来 真的不用每天都为了要修改别人的错误 而要花很多很多力气 所以其实很蛮好的 当然问题是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了解 什么叫做VBA 所以这有点点遥远 跳得太那个 其他的话大概就是一些制定 这个也是VBA 好像大家都喜欢后面的 可是问题也许可能会跟你目前的这个有点落差 所以也许我们就以前面为主 OK 我们就不要 然后其他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上又需要用到 还有大数据分析 那其实什么叫大 大这个其实就是人工无法处理的资料量 其实就可以称为大 那现在很多大数据有没有 产生的速度 远远超过你能想象的 而且现在全面都电子化了 所以一直产生 那怎么办 你如果用人工来做 你就做不完 那做不完呢 你又一直产生新的 所以有点像夸腹追日 你一直追追不到 然后但是又太产生新的 所以釜底抽新的办法 就是你还是学一点 需要的技能吧 我觉得比较能够实在 因为就好像你要追 那如果你有个工具 比如你至少有个摩托车 还可以追得上 对 那再好可以再开快一点的车 你可以追得上 这个都是工具 所以你把工具学好 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那为什么 这个我是 其他的话 当然大部分都是好像因为有安排就来上 其他的话 像我推广部有些人来上 那边都是推荐的蛮多的 像上期上课 那一半的人推荐的 都是来上过课 然后推荐他的同事 因为他的同事看到说 哇 你怎么突然整个改改变了 为什么你会这么多东西 他就跟他讲了 所以他的同事就来上课了 OK 那其他的大概是这样 好 那其他我们大概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所以待会请各位下载这个发力档 那在上课之前 我大概就是简单做一个我自己的简单介绍 那我自己其实 推广部 那除了在推广部之外 还有在其他单位 那目前因为这个课程 我不知道要上什么 那因为 因为 就要上 2.5 2.5 2.5 要上什么 好吧 那不知道我就拿一个课 反正如果你想要企业生学习 你就自己看我云端上的东西 其实非常详细 那如果你可以的话 其实好像那个 市政府好像有有可以跟那个动物推广部有合作 好像你们可以申请去那边上课 好像没有费用的问题 或如果你要自己 有一期 哦 OK 反正如果有这种资源的话 其实可以可以考虑 那这我的名字 另外的话呢 当然我的课程大概就分五大类函数 因为ESL里面最重要就五大类函数 文字与资料 逻辑 日期时间 还有数学跟三角或统计 其实一般也叫统计 检视与参照 就查询相关函数 比如说你有很多资料查询 最常用的就是像VIP函数 应该很多人有听过 而且VIP函数一定要会 如果不会的话 所以你很多东西是查不到的 那查不到变成 你要员工来做 其实是非常的花时间 那我大概简单介绍我自己 课程目标大概就这个 一步一步的 至少的话 学会什么 内建的这个250几个函数 理解代替10倍 然后呢 另外如果ESL里面没有的函数怎么办 你可以透过VBA自己定义 也就客制化 因为其实很多的问题 是无法藉由内建的函数解决问 那怎么办 这时候你可以透过VBA 自己去制定函数 或者是把按钮做出来了 其实就OK的 那很多地方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可以变出来 第二个如果重复 每天做的事情 其实你可以像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就是把那些洞就录下来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 那件事情就重复帮你做了 OK 或者甚至 你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把程式稍微了解 其实很多问题都重复 你可以自己把整个步骤 然后全部都写成对应的程式 一键按下去 问题就解决了 那你想说VBA能做到什么 其实举凡你用滑鼠键盘 能做到的事情 VBA全部都可以把它写成程式 也就是说你一键按下去 你可以把整个报表做出来 都没问题 因为它全部都串在一起 甚至报表做出来 要把图画出来也是没问题的 反正它其实能做的事情 相当的多 甚至说最近我教的课程 比如说像每天有人要去 爬网路上的网页 每天要爬很多网页上面的资料 那以前我就一个学生 他每天光爬某一个网站上的资料 什么观测这样的网站 就要爬一个早上 然后每天就爬一个早上 后来我跟他讲说 你用VBA或者是上Python的爬虫 写完程式 你只要把它转一下 大概不到一分钟 全部的资料就 就帮你存档 OK 而且 执行起来还蛮顺畅的 那这样的话 所以后来就把那个学好 他从此以后也是一样 一个早上的事情 只要按个执行 一个早上的事情 就结束了 很OK吗 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然后弄起来感觉就很疗愈 按下去 自己在那边跑 而且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一直在闪动 一直动 一直动 然后东西又一直下来 他就存档完成了 就等于就是说 你自己在那边做的那个感觉 但一直重复做 OK 所以其实程式就是帮助你什么 解决你以前要重复做的那一些事情 OK 其实你不要把他想的太复杂 他就是电脑的专场 因为人不喜欢重复做 但是却是电脑的强处 电脑你叫做一千万次 他没有第二句话 还有电脑24小的开机都没有问题 你哪怕是半夜你就要做什么 他就帮你做 比如说你要抓国外的资料 因为你半夜你要睡觉 但是电脑不用 你设定好的时间 自动帮你完成 自动帮你整理成报表 自动寄给你的客户 这是绝对办得到的 而且是现在很多人做事的方法 OK 所以大家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目标 其他他有这些东西 甚至是VBA的表单 甚至把Excel当资料铺 我刚刚讲的就是快速 下载网页上的资料 好像每天很多人都要去抓网络资料 那如果说 你要用人工的方式抓 那有点抓不完 对不对 那其实如果你会这样子抓 那写个回圈 啪一下都OK了 感觉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因为每次想抓什么 就抓下来 抓下来 对不对 甚至出题目给学生去练习 你们试试看 有些学生还蛮厉害的 甚至最近 昨天吧 我那个大叔去分析班的学生 甚至去抓什么 抓那个Akuda的那个 那个订房网站的资料 甚至抓那个Hotel.com的资料 比如说把各个订房网站的资料做比对 分析一下 哪一个饭店在哪一个时间里面 找哪一个订房网站最便宜 OK 如果其实是有点复杂 我说 你不要做那么复杂 好不好 他说没关系 这练习就好了 我说没关系 你喜欢就好了 OK 延伸性还蛮大的 OK 我跟各位讲一下 那 再来的话 关于我 那其实要找到我很简单 你Google 吴老师 这关键字 你就可以很快找到我 看一下 Google 这个关键字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第二个不是 这个是麻将 我不打麻 我打麻将在这上面 然后这个是我的YouTube频道 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然后这个是我的教学论坛 等于第一个page 会有三个是我的连结 那其他关键字也是非常多 像我YouTube影片也是一大堆 所以很多关键字 甚至一搜寻下来 甚至有些关键都被我洗把 因为我东西太多了 OK 所以很多时候 在这个领域 不知道我的 其实还蛮少的 OK 所以很多人 上世间会找到我 你是怎么找到我 我的推荐 推荐 有的人是Google 搜寻 有Excel 他推荐然后我搜寻 真的 然后觉得OK 然后就找我了 是不是 不是 就是因为我包图 不知道我们的那个 神度 就是老师你的松心 就是从 从最低的再最高的 对对对 到有 Range非常广泛 如果大家就是 就是想知道更多 他们就去搜寻 你的教育 对对对 甚至有些学员是这样 像我推广路 甚至有些学员是在看我YouTube频道 看非常久的 订阅很久了 然后大概两三年之后 他突然来上课 然后 他说上课 我觉得蛮惊讶 他表情好好笑 然后他表情就觉得 他觉得说 他突然看到我 他觉得 终于看到老师你本人的 这什么情节 看就好像 好像 好像 很难形容吧 这好像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这样 突然见到面 好 然后不 无访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了 所以我的相关东西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搜寻一下 然后 我大概我这个资料 最早当然我是从程式设计开始做起 然后慢慢有创业经验 然后有主要业界经验之后 慢慢的投入到业界 然后并且分享一些经验到一些公司 企业的内训 另外的话当然也在学校单位 担任那个就是 坚任助理教授 就是把一些经验带到学校去 目前有在台师大 东吴的附近还有原市 几所学校 台师大跟东吴主要是因为我的母校的关系 所以我想说没办法推迟 其实反正就是 我觉得也是一种 就是一种义工 就是去担任 其实去帮忙 我觉得心态是不太好 因为很多人会问说 学校充典费这么低 怎么会愿意去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钱才快乐 因为如果你只是计较说你要赚多少钱 其实你怎么会快乐呢 我就是甚至我不收费 反而我更快乐 因为还有小朋友要养 所以还是说不出来 OK 好 再来的话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也拿到一些奖项 这个奖项的话就像教学贡献 最佳人气讲师 最佳人气讲师 还有趋势先锋 等等的 当然我也不断精进 像我证照考试 我就去考 最新的Python 最新的Power BI 反正有出来我就考 像最近我们考Power BI的证照 冤场的证照 从来没有这么认真 自从研究所考试之后 再也没有认不认真过了 每天都要看那些原文的书 原文的考古题 因为实在太难了 不过还好有考古 不然的话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其他的话大概这些 反正考了大概三十几张 OK 其实就 我的YouTube频道 这上面数字太旧 这个12000 现在已经33000了 而且我有两个 五字两个 我有大概七八个频道 OK 其中大概 每个上面都有放不一样的东西 另外的话有关参考用书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坊间 但这本还蛮推荐 因为主要这本都是范例 468招就是468个范例 不过它是把eSale里面的函数 分成九大类 分得太细了 不过我觉得它题目 其实设计的还OK 你可以藉由实作了解 每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也许可以把这个书拿来看看 然后其他这个就比较难了 这个是eSale VBA的书籍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 那有一本书有没有 底下这本叫什么 eSale VBA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有没有 其实是我刚刚讲的概念 这本书之前真的卖非常好 很多人是冲着它看到那个书名就买了 但买回去之后发现VBA一点都不简单 所以要发现奇怪 怎么会都看不太懂呢 做什么都做不出来 都没关系 因为有些人做不出来 像我上课的特色就是我不是把理论告诉你 我是教你怎么做 反正保证你一定做得出来 然后把影片录下来 如果你做不出来没关系 你把影片重新再看过 没有关系 反正保证一定学会的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在2.5小时 我现在已经用掉了一个小时了 所以没关系 我们还是一样 就是讲一下第一个吧 所以请各位先帮我下载范例之后的话 解压说 并且开启第一个函数吧 第一个函数是 范例档里面的文字语之后函数的第一个列起题 我们大概能够做到的 大概几个部分 第一个请各位切换到综合练习题 综合练习题里面有个一栏 这个预设里面是没有的 我们是希望怎么样 把手机的栏位帮我由这三个变出来 变的方法这边有个规则 所以其实它的规则是 我希望做出来是0911 然后再一杠一个minus 然后每个都三 中间一样加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如果没有零的话 你要补几个零 比如说它里面如果有两个字的话 那你就在前面补一个零 如果是一个字的话 那你就在前面补两个零 如果没有那就三个零 如果三个就不补名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里面的话 我这边有提示 一你可以用end符号 什么叫end符号 就是文字跟文字之间的串接 或者文字跟储存格之间的串接 都一定用end 第二的话你可以用rept rept 重复的意思 所以它会跟你要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重复哪个字 第二个参数是重复几次的意思 比如说我要重复零 然后重复一个零 一个零 我要怎么是要补一个零 其实你可以用len去算 len算之后 它会跟你说里面有两个字 那两个字怎么补一个零 其实用三去减 三减掉1的话 等于一个字 所以你可以三减掉len之后的结果 然后再把1放在rept的第二个参数里面 就OK了 这个方法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不太熟的话 其实我在这个范例的前面 也有rept的练习 你们也可以从这边练习一下 比如说100个 100个销售量一颗星的话 你可以插入函数 这边可以用文字 文字类函数 你可以找到r开头的 r开头在这里rept 那他会跟我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test 哪个字 重复几次 底下有说明 这个蛮重要的 以后可以慢慢习惯 看懂下面的讯息 第一个什么字 信号 第二个重复几次 由他 你慢慢点下去 他底下有158颗星出现 不对 所以这边每100笔 所以必须出100 那你会发现100 它其实出100之后的话 它是1.58 可是出来还是1颗星 其实应该是1.58颗星 可是没有1.58这种东西 不过比较精确应该是 要把小数点去掉才对 所以比较正确应该是 在这个外面 再包一个什么 把小数点去掉的函数 叫什么int 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int函数 前刮壶 再后刮壶 那你会发现 包了一个int函数之后的话 它的结果 就会变成1了 其实int它的全名叫int integer 就是整数的意思 所以有意思是说 经过函数 挖壶在外面之后 里面的东西就变成没有小数 意思是取整数的意思 取整数之后 按确定之后 那就是一颗星了 有没有 那当然底下的话两颗星 四颗星 没有星 四颗星 那当然我们一般习惯是向下填满 不过你向下填满一定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位置不能变动 c1不能变动 有没有 可是如果你发现 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这个列的数字有没有 会跟着变动 所以向它填满 1会变成2 有没有 2会变成3 那所以如果将来你不想要它动的话 很简单 向下填满 只要把列号给锁起来 锁起来应该知道 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这样的话 打个勾 再把它向下填满 就OK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的答案 就是长这样子 那当然我是建议 你用理解的 就是说建议插入函数的时候 可以了解这个前面的讯息 因为如果你看懂前面的讯息的话 那你就自然知道该给它什么资料 那它会自动给你正确的结果 所以函数基本上就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也就是它跟你要什么资料 但是Excel 我觉得最麻烦的地方是说 它跟你要的资料 前面的那个名称 它没有把它翻译成中文 而是给你一个很怪的一个英文 又不是很像英文的英文 很像是写给工程师看的英文 有没有你看Test的应该没问题 Test的文字没问题 但底下什么 Lumber 底线 Times 这是什么 这是英文吗 还是一个单字吗 没有 它是 我觉得如果会写程式的人 大文都比较看懂 因为工程师大文习惯用这种表示方法 就是有点像一个变数 或者叫参数 它自己取一个名称 所以慢慢要习惯 如果你可以习惯看懂前面的讯息 并且注意看右边的这相关的结果的话 那我想你慢慢就会很快的知道 该给它什么对的资料 然后它会给你要的结果 这是一种感觉吧 如果你这个感觉抓到的话 其实怎么做都对 哪怕那个函数你从来没用过 OK 所以你可能要抓到这个要点 请各位试试看 REPT这个部分 另外的话还有LEN LEN 这边也有 比如说我要算这边有几个字 当然你不是傻傻的从头创到文 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一样用文字 里面的话你用什么 用LEN 按确定 然后这边有一个按确定 你向下减满 这样不就好了 那你当然身分之后就有两个错误 你可以把它挑出来 请问哪两个错 这两个一定是错的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把它挑出来 OK 好 那 请各位试一下LE 其他还有像底下有那个练习性别 请各位把这个什么 性别抓过来 不过问题来了 性别 问题性别它在第几个字 第二个字 那问题我现在不是用眼睛看了吗 一 男 二 女 那如果你资料量假设有一万笔的话 你每天在那边打就打不完 所以像这个要怎么做 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可能需要另外两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用MID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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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函数 意思就是说要抓这个文字的中间的资料 几个一个字 第二个的话 再用什么呢 一辅函数 逻辑函数 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就要先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 开启第一个练习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